一波接一波的海浪拍打在岸邊 受東北季風影響 17號午後東海岸風浪明顯變大 天吐颱風前腳才剛走 東北季風又緊接而來 離島交通船又要停駛 讓離島居民相當困擾 不只台東離島交通受阻 尤其是依賴海象的漁業只能停擺 紛紛回港避風生計也受到影響 才剛受天吐颱風影響 不料東北季風又接著來 如今萬以颱風又逐漸逼近 靠天吃飯的漁民只能提前做好準備 等待天氣放晴 原來是我們駕駛的 台東視才能報導